204弯管造型 那我们先画出这个弯管的骨架 所以点选草汇 选择top面 按草汇 那这边我们做一条中心线给它 选择转角矩形 绘制一个矩形 然后注意左右对称 然后这里框选起来之后右键修改 再生拿掉 这里呢 第一个这边是140 这边是220 确定 确定 Ctrl D 然后选取这条线 就朝会这条线 按复制 然后点选选择信贴上 选择轴 然后点这一只轴转90度 然后这里选项这边 这个要打勾拿掉 隐藏原始几何拿掉 打勾 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要利用曲线来绘制这个形状 可是 这里呢 如果是从这边起会的话 那低点的转角 画不出来 所以这边我们要做一个点给他 好 点在这一条线上 好 然后这边 打0.5 好 确定 好 然后呢 把平面显示拿掉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曲线 好 点第一点 这个点 然后点第二点 好 然后这时候呢 请你到放置这边 选直线 勾选新增角度 角度这边告诉我们都是30度 半径30 所以这边半径打30 完了之后就可以接续点下面几个点 好 那如果这个点不好点的话 请你选这一个 pnt0 就是这个点 好 打购 好 然后选择扫描 以这个路径当扫描路径 然后选择编辑扫描界面 好 然后这里呢 画一个圆 好 那圆的直径 好 来这边告诉我们外部直径10 内部直径18 所以这边是10 好 确定 好 Ctrl D 然后呢 内部要楼空 所以我们这边要做厚度 那外部10 内部8 厚度呢 直径差2 除以2 所以厚度是1 打购 好 好 然后呢 这边 的坐标系呢 是在前面这 S轴朝这边 所以选择坐标系 选这一个点 好 把平面显示打开 选定向 S轴要朝这里 所以要选from面 Y轴选right面 好 那S轴要做反向 确定 好 所以题目第一个 S轴的近视值 好 S轴是这一个 好 然后体积 好 然后接下来 改变尺寸啊 好 那 草惠1 右键编辑定义 好 来 第一个 这边 这边 H改成150 好 然后呢 这边 V 改成 250 好 确定 Ctrl D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R 改成35 所以选择 曲线 右键 编辑定义 然后放置这边选第二点 改35 好 确定 然后呢 扫描 右键编辑定义 编辑截面 截面呢 这个改成12 内部改成10 所以一样差1 所以啊 差2 所以厚度一样差1 12减10 12除以2就是1 就他的厚度 好 打勾之后 来题目我们 S轴的近视值 好 S轴近视值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总体积是这一个 好 然后表面积是这一个 好 那以上这边呢 就是204题